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環球之機 今天是美東時間9月13號 星期一 本期新聞主要內容有 朝鮮表示發射新型遠程巡航導彈 國際關注 金融時報爆出 中共欲分拆螞蟻集團 深圳恒大總部前 數百人維權 多人被抓 神韻弘揚純正中國文化 休士頓設立神韻週報獎 朝鮮週一宣稱 週末是射了新型遠程巡航導彈 韓國媒體報導 其最大的射程可以覆蓋日本大部分地區 專家分析 這可能是朝鮮首次發射 具有核能力的武器 目前美日韓澳都對此發表聲明 呼籲朝鮮重啟無核化談判 朝鮮官媒週一稱 試射的遠程巡航導彈飛行1500公里 擊中目標後落入朝鮮領海 並表示該武器系統具有戰略重要性 韓國軍方週一表示 正在和美國軍方進行詳細分析 韓聯社報導 朝鮮公布的最大射程可覆蓋日本大部分地區 不過 巡航導彈速度不如彈道導彈 搭載的核彈頭重量也大幅減輕 聯合國安理會禁止朝鮮進行彈道導彈實驗 日本政府表示 正在和韓國以及美國合作 關注事態發展 周一 澳大利亞外長和韓國外長在首爾會面 要求朝鮮重啟無核化談判 美國印太司令部週日聲明 將繼續監測局勢 並和盟友密切協商 聲明說 這顯示朝鮮繼續專注於發展軍事計劃 並對鄰國和國際社會帶來威脅 美國還重申對韓國以及日本的防禦承諾 美日韓高層官員本週將開會 討論朝鮮無核化進程 這也是拜登就任以來 朝鮮第四次施射導彈 拜登政府一直嘗試恢復無核化談判 但朝鮮沒有積極回應 新唐人記者 畢新慈 李林昭 綜合報導 再來看到 中共對互聯網行業的整治似乎並未結束 有消息傳出 當局計劃拆分螞蟻集團 不僅要求支付寶創建獨立應用 螞蟻集團的大量股份也將交給有政府背景的企業持有 英國《金融時報》週日報導 中共當局想要拆分螞蟻集團旗下的支付寶 還要為其創建獨立應用 消息人士透露 螞蟻集團有關貸款決策的用戶數據 也將移交給新的個人徵信合資公司 後者將部分國有 路透社報導 具有政府背景的企業 將在螞蟻集團持有大量股份 據透露 螞蟻金服和浙江省旅遊投資集團 將對合資公司各持股35% 杭州金融投資集團和浙江電子口岸 將各自持股超過5% 唯一的非國有投資者是金融服務公司 傳話集團持股7% 據悉 股東將投資5億元人民幣作為註冊資本 並希望10月份在中國建立第三家 個人信用評分公司 目前中國僅有兩家個人信用評分公司 百行徵信和普道徵信 《金融時報》報導的讀者評論中 有大陸網友表示 中共此局是打土豪 分股權 還有讀者表示 阿里巴巴等公司 是江派權力支持的產物 是政策傾斜的結果 而習近平整頓阿里等公司 是要重新分配利益 今年4月 中共監管機構要求 螞蟻集團業務整頓 包括將螞蟻集團轉變為金融控股公司 旗下的小額貸款業務 借備 花備納入新的消費金融公司 新唐人記者畢心慈 陳海月綜合報導 今年第14號颱風灿都 快速離開台灣後 開始向中國浙江 上海等地推進 氣象部門預告 週一將在浙江周山島三門一帶沿海登陸 可能會進入杭州灣 當地官媒報導 週一下午三點 上海兩個機場的所有航班將暫停 地鐵也準備關閉 學校 辦公室和商店 當天都已經關閉 在沿海的浙江省 當地的漁業部門 已經要求漁船返回港口避風 氣象部門預告 未來三天 江南東部 江淮東南部 將有暴雨和大暴雨 局部地區會有特大暴雨 據報 重慶 浙江的兩條中小河流 已經發生洪水 相關部門警告 未來72小時內 浙江東部局部地區 可能會發生地質災害 再來關注 中國房地產龍頭企業 恆大集團的理財產品暴雷後 9月13號 各地的受害人 都前往深圳恆大總部進行維權 但受到阻攔 約有數百人抵達了現場後 遭到中共當局出動大批 防暴警察暴力清場 多人被捕 13號 深圳恆大總部 湧入大批各地前來追逃血汗前的受害人 很多人被阻擋在外圍 約有數百人抵達總部大樓門口 舉牌拉橫幅 高喊 恆大 還我血汗前 警方搶奪橫幅一度出現推擠的失控場面 現場視頻顯示 有人遭到警方抓捕 中午過後 當局派出更多防暴警察清場 廣東受害人李先生說 警方警告不讓他參與維權活動 他被迫退出微信群 據瞭解 很多恆大受害人的微信群 和QQ群遭封殺 四川受害人王女士透露 他發到抖音和快手上的維權視頻全部被封殺 有受害人表示 他們不接受恆大公司提出的所有延期兌付方案 拒絕以資抵債 就蠻簡單 就是按照合同約定去對付就可以了呀 你就想要這個要求對付呀 到期沒到期的重要對付就行了呀 受害人老張瞭解到 恆大已經瀕臨破產 信用已經破產 金融機構不貸款給他了 很難東山再起 恆大這次已經不是支部抵債了 他已經是瀕臨破產的邊緣 聽消息說 恆大已經申請了第一次破產 據內部人員透露 中國有10萬人購買恆大財富理財產品 70%為業主購買 30%是員工和供應商買的 總金額至少400億 由於追討無望 12號 長沙恆大售樓大廳有業主跳樓 新唐人記者熊斌 劉芳採訪報導 再來關注中共病毒疫情 週一除中國大陸以外 超過2億2400萬人確診 近463萬人死亡 英國取消了疫苗護照計劃 民眾有望和家人共渡聖誕節 臺灣的幼兒園群聚感染案累積有30例確診 沒有重症患者 中國福建的Delta疫情迅速擴散 當局暫停了公交車和火車 中國福建莆田市爆發的Delta疫情正在快速擴大 官方週日通報 莆田新增15例確診 其次是全州6例 廈門1例 福建1例 當地政府工作人員表示 官方通報的確診人數 只是1萬多人的檢測結果 20多個確診還是1萬多病例 1萬多樣本 那它這個症有十幾萬人口 還有十來萬的樣本還沒出來 當局已經宣布暫停公共汽車和火車服務 必須出使48小時檢測陰性證明才能離境 臺灣週一新增2例本土病例 3例境外移入 新北幼兒園群聚累計30人確診 感染Delta變異株 方疫指揮中心表示 感染者目前狀況良好 其實他們狀況都很好 那有些甚至都已經解割了 那些小朋友都沒有出現重症的現象 英國週一新增29,173例確診56人死亡 目前英國80.9%的16歲以上人口 已經完成了兩劑疫苗接種 英國衛生大臣賈威德週日宣布 英國放棄疫苗護照計劃 我是 ecstasy and say that we will not be going ahead with plans for vaccine passports 賈威德還表示 英國不會再實施封鎖 今年可與親人團聚 共度聖誕節 英國首相約翰遜將在週二宣布 《冬季防疫計劃》 新唐人記者李梅 林明迪綜合報導 9月18日到26日 美国神韵艺术团将立临德州休士顿 著名的沃瑟姆中心布朗剧院 为观众带来一场震撼心灵的视听饗宴 了解没有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华夏故国 休士顿市长向神韵艺术团发出褒奖 并宣布在神韵演出期间 为德州休士顿神韵艺术团周 休士顿市长希尔维斯特·特纳 在褒奖令中 对神韵演出表示最美好的祝愿 褒奖令说 神韵将中国古典舞深邃的内在智慧和优雅的气质 与真实的服装之美结合在一起 开创性的音乐将东西方的精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使每支舞蹈都具有无可比拟的活力 神韵表演艺术不仅吸引人 而且更深刻地教育人、丰富人和鼓励人 为所有年龄段的观众提供了难得的美与善的体验 在令人深思的舞蹈中 人类精神战胜逆境 令人振奋、鼓舞人心 让我们的太空城充满希望 9月12号 欧洲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在巴黎会议宫 举行了2021年 法国法轮大法学员修炼心得交流会 来自欧洲多个国家 以及越南的部分法轮功学员相聚在一起 互相交流修炼法轮大法后 对身心带来的巨大变化 一篇篇感人肺腑的交流文章 是学员们一步步踏踏实实的修炼之路 交流者有刚走进修炼几个月的新学员 也有修炼几十年的老学员 交流者们讲述了自己在修炼过程中 逐渐同化真善忍原则 在逆境中为他人传递法轮功真相 交流会过程中 聆听者都表示感受到大法修炼 带来的成竞与提高 我也是另一个人 我身体的生命更轻松 我不是被人疾病人 不是人疾病人 我可以告诉他们 他们不知的多方式 他们不知的问题 他们读书了 他们读书了 这是非常有趣的 也当然他们读书了 他们读书了 他们读书了 一瞬之后 他们会发生的良好处 法國新唐人 巴黎記者站採訪報導 日本自民黨總裁競選人岸田文雄 對中共態度強硬 日本人 滿足的訓言 新唐人 巴黎記者 拉伊朗 反對抗議 本身中的公共和黨 反對抗議 反對抗議 中五十年後 我們沒有製作工程 用品的原藥 而且這還要是90%的 我們的醫療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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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三百六十五天的努力 白天到晚上 周末还是节日 24小时我们从不间短 创意 设计 咨询到印刷的全程服务 我们将您的产品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您的手中 我们是新时代印刷厂 质量与速度是我们给您的承诺 欢迎回来 正在竞选日本自民党总裁的前外相岸田文雄 先前被认为对中共的态度是党内相对友善派 不过13号他在媒体会上表达了对中共的强硬态度 海上保安庄的能力強化 自衛隊との連携強化など 海洋国家として海の安全を確保するための取り組みについて 岸田文雄表示 如果他当选将新设人权经济安保两项要职 处理中共对新疆维吾尔族的镇压 保障日本经济与先进技术的安全 朝日新闻最新民调显示 目前河野太郎以33%的支持率领先 前防卫大臣石破茂为16% 岸田文雄为14%排第三 新唐人电视综合报道 韩国执政党强行通过媒体仲裁法后 韩国媒体界和法学家人士都对此表示担忧 认为该法案侵犯言论自由 抹杀国民的知情权 9日在首尔新闻中心举行了媒体仲裁法 如何推翻自由民主主义为主题的紧急讨论会 国民力量院内代表金启旋 和韩半岛人权统一律师协会 常任代表金太勋通过贺词 将媒体仲裁法规定为恶法 并强调必须阻止 在当天的发表讨论会上 律师和记者们就共同民主党强行推进的媒体仲裁法 存在的问题和危害进行了讨论说明 认为媒体仲裁法给民主国家带来危害 抹杀国民的知情权 8月25日 韩国执政党强行通过了媒体仲裁法后 立刻引起媒体界 法学界等各界人士的争议 新南人记者今夜 韩国首尔采访报道 史上最贵iPhone手机即将出炉 预估出货量将增长10% 苹果公司将在9月14日 举行秋季新品发表会 台湾分析师预测 iPhone 13 Pro Max的售价 可能会突破新台币5万元或更高 另外iPhone 13在2021年的出货量 预计将较去年同期的iPhone 12增长10% 苹果将在美国时间周二举行秋季发表会 号称最强苹果分析师郭明奇预测 iPhone 13平均售价会因为平均容量升级而提升 受惠于美国对华为禁令 及新设计与规格升级 iPhone 13今年的出货量 相较去年同期的iPhone 12成长10% 全球的这个经济逐步的一个复苏之下 那再加上整个5G手机的需求 也逐步的一个放大 苹果确实受惠于这个 整个华为市占率的流失 有助于今年的这个iPhone 13的一个 后续的一个出货的一个表现 随着苹果新机即将亮相 主要代工厂鸿海 和硕也进入了加班赶工期 法人看好两大厂第四季营收 计增率至少二至三成起跳 本土法人预估今年下半年 iPhone新机出货量可达到8500万只 但分析师郭明奇指出 iPhone正在面临零部件缺料 iPhone 13系列第四季出货量 可能有潜在下修风险 本土法人报告预期 iPhone 13采用苹果设计的A15处理器 由台积电独家供应5奈米先进制成 花旗环球证券指出 苹果iPhone 13拉货是台积电营运标高最大动能 下半年新机备货的力道 加上高速运算等需求推升 台积电营收渴望逐月成长一路到12月 新唐人亚太电视 高建伦 张元亭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下面请看本期的环球财经简讯 澳洲竞争监管机构 周一拒绝批准澳航和日本航空之间的航班协议 理由是这一协议将取消两家航空公司之间的竞争 并使其他航空公司难以运营澳大利亚与日本之间航线 疫情前两家公司占85%的澳日航线份额 莱斯银行周一在对100多家银行 资产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进行的调查显示 尽管英国脱欧导致监管不确定性 但伦敦仍将是全球的金融中心 另外受访者认为监管的改变将是伦敦金融地位的最大威胁 荷兰阿姆斯特丹地区法庭周一判决 乌布尔司机是公司员工而不是独立合同工 因此享有出租车行业的报酬和相应福利 劳工团体对此表示欢迎 今年3月英国也做出了类似判决 乌布尔不服判决表示将上诉 新唐记者杰森综合报道 纽约市公立学校开学日 学生欢喜家长愁 在世界之都纽约市 周一学生们迎来了开学日 恢复面对面课程 下面随记者到当地的华人社区法拉盛 来看新学年学生们开学首日的情况 新学期第一天 纽约市的公立学校100%全面开放面授课 没有提供网课学校 不少家长一大早送孩子上学 上学校可以啊 就是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我很高兴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这里的学校 我想做新朋友 起油餐办嘛 如果孩子在家里上网课的话 学习效率太差 家长基本上还要一直监督他们 什么也做不了 但是你知道现在这个疫情蛮严重的 还有新的病毒 在公立二十小学的门口 各年级的学生分别排好队 有孩子盛装打扮上学 现在纽约市已经强制要求公立学校的教职员必须注射疫苗 那现在最新的消息是 美国可能在十月份紧急推出让五到十一岁的孩子接种紧急授权的辉瑞疫苗 那么家长是怎么看呢 比较担心 我可能不会想首批去打这个疫苗 我想可能等他们打了 有的打了看看会怎么样 是 就这样子也没办法 就像我们现在打的疫苗不也是 以前也是刚出来的时候 我们也不知道安不安全不也是去打的吗 目前纽约市12岁到17岁的青少年里 已经有65%接种了疫苗 而教职员工则有超过74%已经接种疫苗 新唐人记者柯宁廷 韩瑞 纽约报道 好 以上就是本期的新唐人环丘之机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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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